刚刚假如说没有记到的话 我有把那个最关键的那个画面 如何计算几年次的地方 好 第一个就是把公式这边贴到 那个test里面 那再用naps 最后的话用value把它转换一下 OK 筛选变成数字筛选 可以制定筛选 这样子就可以把结果做出来 OK 大概几个动作了 那再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那个开发连标 我刚刚讲过 开启这个开发连标签预设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东西假如没有的话 那你必须在其他命令里面 制定功能去这个地方打勾 它才会出现 那接下来的话 我需要做几个 当然我刚把这个test的部分 再复制一个 然后再复制一个一个聚集 一个VBA 那聚集的部分的话呢 实际上就不用写程式 你不会写程式没关系 它可以帮你录制你的动作 所以呢你可以录完之后呢 产生按钮 那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 这个是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 可以用什么呢 用录制聚集可以做出来 OK 它只要录两个 然后做两个按钮 这样就OK了 这个是完全不用写VBA的 不过这个有个缺点 就是说它录下的东西没有弹性 而且它可能某些部分 它可能录出来的东西 程式太多了 而且比较没有办法掌握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把它改成VBA 那VBA做出来结果 其实也会是一样的 那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我可以多做一个插入函数 它可以变出一个使用者定义 也就是制定函数 它会放在哪里 多一个使用者定义 OK 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个是因为我在VBA里面写方权 才会出现 所以你们待会你们电脑里面应该是没有 那什么时候会有 就是你增加方权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我刚刚写了两个 一个是手机函数 真的变出来了 按确定 那它的使用方法的话 也会跟之前那个一样 它会弹出什么 弹出一个对话的alone 会跳出来 卡卡的 我取笑一下 OK 再一次 理论上它会这样 点两下 跳出来 OK 然后使用方法一样 不过哪里不一样 你会发现 前面的名称 变成中文的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写的 可以把它改成中文 但它给我们的 它就是英文的 OK 你可以怎么样呢 一个罗伯尔坑 电信业者给它 门号驱马给它 门号末马给它 有没有 一个罗伯尔坑 够简单吗 最后得到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 向下填满 这样OK 有没有 量身定做的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不过这个做完之后 就有同学说 老师 这个好像有点麻烦 要选三次 可不可以这样刷卡一下 刷一下 三个OK 一起给它 当然有 所以我们会有第二个 制定函数 就是叫手机范围 就是你刚刚可以不要给我三个东西 因为以后如果你的资料是连续的 然后很多篮 你怎么一个一拳很麻烦 那你可以刷一下给我吧 刷一下这三个 刷给你的 它可以怎么样 得到这三个都自己切 切完拿第一个 拿第二个 拿第三个 放在应该串的位置 自动帮你把它return过来 然后按确定 这样的话向下填满也OK 那这个就制定函数部分 所以基本上后面我们会用的 就是开发人员的三个主要的功能 以后如果你要做任何东西 都从这边延伸出去就对了 OK 所以一 请各位待会开发人员打开 看一下有没有录制 续集以后 待会我要教各位怎么录制 那录制的方法 特别就是我等一下讲 就是这个 这个是完全不用写 但是它跟VPA是一样的 只是说VPA是自己写的 那VPA有两个 一个是按钮 一个是制定函数 至于怎么做 我们待会再来看 你先检查一下 开发人员部分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再画面 happened 很简单